政府很重视体育发展 一直是投放资源支持运动员 通过精英运动员发展基金 向体院撥款 为本地大约1300名精英运动员 提供全面的支援服务 30年来 政府向体院的撥款 由1991至1992年度的3147万元 是大幅增加至2022至2023年度的 7亿3700万元 此外政府也向香港运动员基金 注资2亿5000万元 增加奖学金以支援运动员 在运动和学业方面相轨发展 并且增加全职运动员 退役时可以获得的现金奖励 最高是达到100万元 至今已经有大约250名的运动员受惠 在硬件方面 为了加强体院的培训设施 政府是撥出9.9亿元 在体院范围之内 兴建一座新的大楼 扩充体能科学训练中心 和运动医学中心 并且为运动员提供额外的训练 休息和住宿的设施 工程现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我知道体院正是争取在2024年年中 落成有关的项目 行政长官在今年10月发表的施政报告提出 政府会优化香港M品牌的计划 每年支持至少10项大型的国际体育赛事 在香港举行 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城市之都 令体育成为支持香港未来发展的重要产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